欢迎大家来到丰岩雅旭 夏商周究竟是前后交替还是平行共存呢 丰岩雅旭公元2024年2月2日 来龙去脉画夏商周 从甲骨温出发 丰岩学会丰岩展出读 导读老师杨基亮博士主讲 杨老师请开讲 谢谢你 好 谢谢 这个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夏商周 首先我必须要讲 这个丰岩实在是一个群策群立的地方 有好多朋友帮了很大的忙 对我这个演讲也是帮了很大的忙 其中这个尤其是小文达章这个鼓励非常非常多 他的安排最后我们还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我写的东西 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改正了很多错误 所以说实在是很好 非常谢谢 待会会放好几张照片 那你们可能看到的话 很奇怪 我怎么会从哪去找 我怎么会有知道这些照片呢 其实我都不会 都是本地找的 到了 到时候我们再看 这个夏商周啊 要谈这个问题 实在是很妙的一个事情 先提一句 就是为什么就扯到这个甲骨文啊 有一个学者讲了一句话说 没有甲骨文 基本上就可以说就是没有我们的先情历史 就是这么大的一句话 那除了夏以外 特别是商周 甲骨文指引了我们怎么去看历史 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 另外一个角度呢 是说 是不是有了甲骨文就好了 我们就不需要看别的 去找别的历史呢 也不对 所以这个观点是很有趣的 他又担当了一个引领的重则 但是呢 翻过来 要是不看别的地方的东西的话 还是不够的 好 我们就开始想这个事情啊 我这个 我跟 我像我们所有横岛的人啊 从小学开始 没有小学吧 至少从中学开始读历史教科书 读了这么多年 都是最很显然嘛 夏上周嘛 五地以后就是夏上周 一个接一个的啊 这个就跟 就跟所有 别的历史一样嘛 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的 如果我们去看文献的话呢 那更用不着说 这个最有名的 有关历史的文献 史记跟上书啊 史记里面有夏本纪 英本纪 周本纪 上书里面有夏书 商书跟周书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我们对夏上周 已经很熟悉了 那还有什么 还值得再拿出来讲吗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最近看到 有一些考古学者 做的东西以后 恍然大悟 吓了一跳 他们说的 跟我们了解的 几乎是不一样的 他们说 夏商周呢 虽然是中国文 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啊 但是这三个文化呢 是平行的 不是前后的 并不是说 有了夏就有商就有周 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一起都有的 哇 这个我第一次 接触到这个观点的时候 吓了一跳 觉得把我以前 知道的东西 完全都改了 其实有这个观点的 考古学家有很多位啊 我现在只是 提出两位很有名的啊 张光之先生 跟李伯谦先生啊 有他们写的书 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一开始 接触这个事情 到网上去找 夏商周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夏商周三什么呢 好 学历史的人就说是三朝 三个王朝 三代 学考古人说文化 学人类学生 考古学跟人类学 有一点小区别的啊 就是不同的角度 去看事情的 他们是强调 这是三个文化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就有人说 好吧 我们就说是三族好了 那但是族也很难 是种族呢 是民族呢 氏族呢 这个也还是不容易分清楚 最简单 时代搞不清楚 怕说错话的话呢 就说是三人 有这么三种人吧 提到这个张光之 我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 都晓得他 而且很多人都听过 他的演讲了 这个是台大考古系毕业的 写了很多很多书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我自己对他最大的 这个敬佩他的地方是 他大概是十多年 我记不清楚了 他七十几岁的时候 Parkinson病很严重 在这个情况之下 都还亲自到了大陆 我记不得是哪里了 好像是河南什么地方 去实地做考古 考古的工作 你们知道这个考古的工作 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非常很多的学者 一做就是几十年 而且是待在一个生活条件 很不好的地方做 那张光之老师 就我知道的是 他那个时候 Parkinson已经相当于 不敢说很重吧 但是已经是腿很不利索了 他还去 我实在是觉得太了不得了 我们前面这几页就 大致先把这个轮廓先讲一下 那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问了 这三族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好 除了考古之外 我们也要 也要看一下这个文献 这个赏书顺典里面 有下面一段话 基本上是说这个顺 顺这个人呢 很了不起 他是一个好的 做领导的人 所以他选派了三位 了不得的人去做事情 一个是雨 他叫雨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 一个是气 放弃的气 他叫气做的事情呢 是去种白骨 一个是蟹 他叫这个 这个知识 平常读契约的气嘛 现在读蟹 要蟹 OK 做蟹的 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做 司法的工作 跟教育工作 这三个人 后来都是很出名的人 这三个人 后来呢 他们这后来啊 竟然是 用不着说了 是夏族的祖先 谢呢 是商人的祖先 这个 诗经啊 这个 讲到这个诗经 也顺便再提一下 我们 展述读 读过诗经啊 这个 商宋 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讲了一个神话 故事 说是一个鸟 天命玄鸟 拿一个鸟 下来 把这个蟹 伸 伸 伸下来 那气呢 也是 在这个 大雅声明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啊 我就用 白话文讲了 这个声音 这个声明里面是讲说 有一个 女子啊 叫做 江源 江源有一天 一不小心踩到这个 上帝的脚印了 就生了 就怀孕了 怀孕之后就生 生下他 生下这个小孩之后 这个母亲很不高兴啊 就把他这个 抛弃 所以叫气 放弃的气 抛弃了好几次 可是呢 老天有眼 每次呢 他都 活下去了 所以 这个 这个是很 当然 这都是 神话啊 至少叫我们知道了 夏商周是 我们就 从文化讲吧 这三个文化是 从顺的时代 就同时开始 并不是 一个先有了 再有一个 并不是这个样子 同时开始 那李柏谦老师呢 更是画了一个图啊 说周夏商 是这个样子的 他也很 很小心的 而用的字 是这个板块啊 那他画这个板块 怎么来 就是根据这个都城 在位置 在判断的 所以是 周在西 夏在中 山在东啊 那基本上 他们想讲的呢 就是说这个文化上来讲 夏商周的文化 是一体的啊 有一些 细节的 不同 他们很 基本上的 大家都 共同点呢 就是 这三个文化呢 都是用家族 住在都城的家族 来统治 是整个版图的 夏朝的这个族 叫做四族 商朝是子族 周朝是姬族 OK 他们都是 从夏开始嘛 这都是一个 就所谓的 家天下了 这个是一个共同点 有一点小 小的地方 不同呢 是因为 像周那是 比较单纯的 父传子 但是 譬如说商 早期跟中期呢 是 哥哥传 兄长 这样传 兄 兄长相 相传的啊 而不是父子 一个原因是因为 那个时候 还是从母系社会 到了父系社会的 而且呢 父亲跟儿子之间的 年龄 可能差得很大 这个在 真的做事情方面来讲 是很不方便 所以是 兄弟相传 他们这三个时代吧 政治制度呢 其实是 跟后来的很不一样的 他们是 有很多方国 这个 势力最大的这个方国 就做了天下的共主 做共主的时候呢 其他的方国就 其他的这个邦国 就叫做方国了 他还是在的 所以说呢 你看 是下人做共主的时候呢 商人跟周人 都是方国 商人做共主的时候呢 周人是方国 那下的那个时候 都已经被打败了嘛 所以或者是逃了 或者死了 到周人做共主的时候呢 哎 这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他们把自己的宗室 分封到各国方国去了 逐渐咱们就变成一个 统一的国家 而且最有趣的是 商人做共主的时候 把下是或打或逃或死 周人呢 没有这样做 他把商人也封到一个方国去了 那当然 大家都晓得 到了东周的时候呢 那个诸侯 这些 这些方国呢 逐渐壮大 就变成一个 几乎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刚才第一 前面那个地图啊 大家的感觉好像是 版图很大似的 其实并不是啊 这个夏商周的版图 只有中间这一部分 西边呢 是江枪 东边是宜 这个后来我们还会再讲一点 另外一个这个 张光直老师的一个观点呢 是很新奇啊 大家都不晓得 这后来我们也会提到一点说 这三代的时候呢 这个 迁都的很厉害 当然就很奇怪 为什么要迁都 迁得这么频繁呢 后来张光直 看出来这一点说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都有一个圣都 就是刚刚 祖先发源的地方 宗庙所在 这个圣都呢 是从来都不迁徙的 后来 迁了很多 政治经济中心 到处再迁 只能叫做熟都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这三代 的这个生产力 跟矿产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熟都呢 基本上是随着哪里有矿产 就迁都迁到哪里去 这一点我们后来讲细节的时候 会讲到 举个例来讲 你看 上跟周跟下 他们的圣都呢 都是以前的地方 上 周园 大下 这可能都不出名了 反而是这个熟都 大家都知道 像阴 后来 有一种想法 有一种讲法 上叫做阴嘛 是不是 考古文化不是有所谓的阴虚吗 这个熟都就变得很出名 很出名 后来还有一个熟都 大家很出名的 叫做昭哥 就是最后 上亡的时候 前一个时候 有一个很流行的电视剧 叫做昭哥风鸣 就是在讲这个事情 那周 就 更 不必讲了 对吧 这个周园 这个是当初的圣都 现在知道的人并不很多的 但是后来的 浩金 这个就是现在的 长安 这个大家都晓得了嘛 后来东周就 到了洛阳 是吧 那下 大家知道的不多 那 大下这种圣都 那更是没有人晓得 比较晓得的一点呢 我们后面会 详细一点讲 就是现在的 河南洛阳的二里头 这个二里头的 文化二里头的 这个遗址 当时这个地方 叫做 珍群 这个名字好像很 不常见 刚才这么几页 我们就很快的 把这个大轮廓讲了 下面我们就下上周 每一代他们 自己做共主的时候 做了些什么大事情 我想我大概 稍微讲一下说 咱们今天这个聊的 这些大事呢 可能跟你们教科书上 看到的所谓的大事 不太一样 在教科书上 最喜欢讲的事情 就是什么皇帝 传到什么皇帝 打了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不太这么谈 主要是从考古的角度 来看看 考古看到了什么 时政 下 尤其是考古文化 看到了下 并不很多 我们知道的事情 是很少的 我记得几个月以前 我就讲了那个 五帝时代的时候 最后讲到 五帝时代 基本上可以说 准 几乎几乎就结束了 从 从 顺完了以后 到大鱼治水了 下这一代 这一段事情 这个 考古上面来讲 是很 争议性很大的 这个 中国花了很大的力气 做了很出名的 这个夏商周 三代 断代工程 对于下开始的 这几年 这一百 一两百年吧 至少是 争议性是很大的 现在我们知道的 一个事情 至少是 这是大家都公认了 就是所谓的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呢 是在这个 洛阳掩师的附近 二里头文化 发现了之后 就 知道了很多 事情 首先是 看到这个 二里头文化 世界上可以 可以分成四期 第一期 第二期呢 代表了 夏代的文化 第三 第四期呢 事实上 已经属于 商了 早商文化 这个考古的人呢 喜欢把这个 早中晚啊 这个早期 叫做早商 晚期 叫做晚上 那 在商朝 没有正式建立 之前 的文化 叫做先商 所以先商 跟早商 中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们后面会多 用这两个字的 而且我们有别的考古的东西 可以旁证出来说 三四期的时候是商代的开始 一二期是下代的结束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下代的开始是什么 从这个年代上去推算的话呢 只能推算到第一期开始 大概是下代的中 中期 少康中心的时候 下代从考古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 其实并没有很多事情 有一件事情 倒是 从文化 从这个考古可以看到 做了这个 这是下代很大的一件事情 影响 后面几千年的事情 就是呢 他们的 就是用现代的话讲 就是城市规划 那里头这个城市的规划呢 就开始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遗址上 可以看出来 中间是工程 市面有围墙 旁边有所谓祭祀的地方 有同的座坊 还有穷人的公墓区 还有所谓这个绿松石 这个座坊区 至少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 他们有工程 有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几个地方 有祭祀的地方 有墓葬 就是所谓的 聚足而居 聚足而葬 是吧 这个 这个事情 从现在的人的角度来看 这是最起码的事情 这有什么 值得大惊小怪呢 但是几千年来 这个是很多年前 这是人类第一见 第一次知道 大家要这么 盖都城 这是很大的事情 也可以说 我们汉以后 所谓的礼防制度 就是从这个来的 从考古的角度来看 下 也就是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可以讲 倒是有另外一件事情 争议性很大 也很有趣 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讲 就是这个夏灭 夏是被商灭了 这个商汤灭夏 对吧 我们从考古上 从这个文献上看 所谓的什么 下在最后一个地方 叫做夏洁 是吧 这个人很坏很坏啊 这个 又不治理国家 这个又自己 生活放纵啊 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个 汤就这个 就把它灭掉了 好像是从正义的角度看 把它给灭掉了 但是从考古上 看不到这个事情 另外讲一下 考古可以发现很多事情 看到很多事情 但是最后的一步呢 是推理 因为 光看到这些随藏品 看到这些文物 如果不推理的话 还是没有结果的 可是这个推理呢 是有一点主观的啊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 对这个商汤灭夏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推理 一个是说 我们从二里头文化 遗址遗存 仔细去看的话呢 发现从第一期到第四期 从来就没有看到什么 大规模的颠覆啊 有人打仗啊 杀人啊 什么都没有看到的 反而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 第一期第二期 在夏的时候 比如说 从随藏品来看 它是很简陋的淘气 到了第三期 第四期呢 这个随藏品 都是青铜器了 所以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早上到晚下 这个转变来看呢 是很明显的 商是一个生产力高 文明高的一群人 这样的人把这个生产力落后的人 给推翻掉了啊 其实从完全从生产力的角度去看 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并没有什么说 从正义的角度去看 我们把夏节给推翻了 没有这个样子 从另外一些这个文物去看呢 很有趣 这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 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啊 在现在的安徽合肥 潮湖不远的地方 一个很小的地方 发现了那个遗址 那个地方叫做三观庙 就把它叫做三观庙遗址了 通常来讲 遗址的面积大 文物就出来的多 规格高 但是这个 这个事件呢 比较特别 三观庙是个很小的地方 很不起眼 居然发现了 文物这个规格非常高的东西啊 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夏末的铜军号 可以用铜器做的军号 所以这个很显然是属于这个 王级的啊 而且看到一点点打斗的这个遗迹啊 不过这个是很难讲的 所以就有人猜想说 这个文献里面 商书的最后 后面有一句话很有趣的 我们把它拿出来讲 这句话呢 说陈汤放几下节啊 与南朝 唯有 禅德 这个放这个字 在古书里面用的是非常 怎么讲呢 非常妙的 通常来讲是说 把哪一个人流放到某一个地方去了 可是呢 比较 用一个比较好听的字 是我们的放 通常来讲是没有杀这个人 是放 把他流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更妙的是后面这几个字 禅德 为什么 汤做的这一件事情要 好像有点惭愧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猜想 从汤的角度来看 推翻到下 是从一个方国 推翻到一个 把贡主给推翻掉了 有点从下到上 所以说 商汤是有一点惭愧的 这一点我们后面会仔细讲 然后就讲商 这个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讲 这个商这个朝代 尤其是从甲骨文的角度来看 算是很妙的 商朝从起开始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历史上曾经有一句话 叫做前八后五 说在这个商汤迁都 之前有八次迁都 商汤迁都之后有五次迁都 所以迁都了很多次 这个就印证了 我们前面讲了张光直老师 讲了这个商 这个朝 都城有所谓商 有盛都跟俗都 他用这个解释了这件事情 商汤建立了这个商王朝 将近六百年 有三件事情 是他们做的很伟大的 这个我们是从 考古的角度来看的 一个就是都城的规划 这个我们讲下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商承接了这个规划 做的当然是做得更好了 另外两个就是青铜技术的发展 跟成熟文字的使用 这两点我们下面会仔细讲 这个青铜技术 我必须要多讲几个字 青铜跟青铜以前的 所谓的红铜 是完全不一样的 青铜以前 古人曾经发现了铜 但是那个是从地上挖出来的 就是红铜 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 当然这个发现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但是没有什么太了不得 青铜呢是把铜跟一些金属 合金合在一起 这个从科技的角度来看 这是很非常困难的事情 要晓得要跟哪一个金属去合金 温度要有多高 这个是一个里程碑的事情 我们晓得有所谓的这个旧时期时代 新时期时代 叫铜器时代 基本是讲的青铜时代 那在铜 青铜时代跟新时期时代中间呢 有一段将近几百年 一千年啊 叫做铜时 并用时期 一开始的时候 只会用一些粗糙的红铜啊 后来这个是一次青铜 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而且我要再讲一下 青铜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 在下的时候就传出来一点点 到了商的时候 就大量的传进到中国来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 商又把这个青铜技术发展得更好了 这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应该有这个度量来承认说 青铜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 并不是中国一开始就有 这么多好事情 后来 这个银商啊 有两个非常独特的文明 我不敢用 我不敢讲好坏 我只敢说是非常 非常奇怪跟非常独特的 第一点就是非常信 占卜 一天到晚干什么都要算命 另外一点呢 叫我们最痛心的 就是大量的用活人来祭祀 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啊 至少这是一个转折吧 刚才已经讲了啊 第一个就是青铜技术 这个很了不起 商朝就是靠了这个青铜的兵器 把其他的方国全打垮了 但所以说有兵器 跟没有兵器的人 几乎是没有没有办法 这没有兵器的人是没有办法打 通通通都打败了 我们后面会放几张啊 另外一点就是特别讲了 就是从从信上帝 上帝跟天地是不一样的 我等会儿待会儿会仔细讲 而且他们大量的用了活人来祭祀 而且呢用的人呢 大部分是羌人 那这些羌人是哪里来呢 就是用舟人去抓来的 那个时候你们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商是贡主嘛 舟是一个方国 所以舟必须要听命于商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我必须要讲一下这件事情呢 学者里面讲的人不多 我知道了只有李硕老师讲了 李硕老师是一个非常特别 很了不得的人 他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讲的 李硕老师呢 是同时有文学天才 又有考古的专业 所以他用考古 他基础在考古的专业上面 可是他的文学很好 写了很多东西 李硕他还有些其他的书 我待会儿会讲 我想大概大家不陌生 因为很多各地的读书会 都已经读过李硕老师的书了 我稍微加一句 就是我看到人家别人讲的 说李硕的老师的长处 是用文学把考古的事情 讲得很生动很清楚 让我们这种外行人 很高兴去看 可是呢 他有的时候呢 大胆假设 这个在小心求证上面 做的可能不够 所以有些考古的学者 对他是有批评的 好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讲了很多次了 重庆的占卜这件事情 你也看着说占卜 可能不是什么太伟大的事情 可是不要忘了 不占卜的话 大概就没有甲骨文 那甲骨文对我们历史来讲 那是这个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一件事情啊 好处坏处都是要从两个角度去看 其实上它有了甲骨文 它还有经文 而且别人相信 它是有文字的 因为甲骨文跟经文 都是要写在甲骨上面 或者写在这个 铜器上面 很不容易写 那写在竹简上是很简单啊 所以一定有 一定写了 可是我们没有找到 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么成熟的文字 不可能是一天就有的 所以下人 大概已经有了不成熟的文字了 可是我们始终都没有找到 文字的记录 竹简这些完全都没有找到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赏书里面曾经提到过一句话 叫唯因仙人有点有测 测点嘛 很显然大概是逐渐 但是很可惜 我们都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开始 从甲骨文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啊 第一件事情 当然这真的是头等大事 就是有一位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学者 王国伟 这个我想大概大家都晓得 王国伟是 这什么历史啦 文学啦 什么其他的东西 都是都都精通 非常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当然他一辈子也做了很多 一些乞丐的奇怪的事情啊 我们就不这么坦人家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 王国伟先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做这一件事情 他把这个甲骨文里面的波词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甲骨文有那么多碎片 他一片一片的看 对照了这个先王先公 而且还排出一张表出来 说这个世袭是这个样子 最了不起的事情 他证实了 这个从甲骨文上看到的这个 这个世袭呢 居然跟史记里面 英本记的这个写的 几乎是一样的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史记是司马迁写的 司马迁没有看过啊 司马迁根本就不晓得甲骨文这个事情 从来没有看过 他怎么晓得 他怎么会晓得 英那个时代的事情呢 据说他是跟一些 故老们这个传说下来的话 到处去问了很多人 我几乎无法想象 司马迁会做到这个工作 同时也几乎不能想象 王国伟会做到这样的事情 这两个不可以 不能想象的伟大事情 居然结果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如果世界上 还有什么更伟大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伟大 别的都不说了 就是这一件事情 把我们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百分之百 都是英商王朝占占卜的记录 那这个商人这个很有趣啊 他们做了很多了不得的事情 可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非常迷信 大事小事都要问 今天感冒了也要去问问 这个好什么时候好 当然不是我们一般人啊 就是商王时里的人 这个如果是商王病了 那是一定要问 你们病了要怎么说好 这是小事 大事是要去哪里打仗啊 什么东西啊 也要去问 说打仗该怎么打啊 打了会不会赢啊 这甲骨文呢 现在发现总计15万片 15万片呢 单字的数量 其实不是太 不是那么多 4000多个字 当然也不能说少 但是也不是太多 现在的学者 可以认出来的字 大概只有1000个字 稍微多一点点 那现代因为有了这个高科技了 说不定现在有这个 把AI也用上去了 把这个收集到的甲骨文 重新整理啊 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大数据嘛 这个AI不是 AI的长处不是 就是去看这个大数据嘛 做得很好 所以这一点的进展是很好的 可是怎么样说 大概也只认了1000个字 而且不是商代 整个的商代 大部分的甲骨文 都是在商代的晚区 晚期这个阴虚嘛 大家都知道这个阴虚 考古嘛 对吧 这个阴虚是商代晚期 最著名的这个地方了嘛 大部分的那个甲骨文 碎片都是从那来的 也有一点点是从郑州来的 这是属于商朝的中期了 还有非常非常少的一点 从二里港来的 二里港是商代的早期遗址 二里港跟二里头的距离不远 我们怎么能够推理出来 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 是商代的文化 就是靠着二里港是早商文化 从这个联系出来 大家一天到晚讲普辞 但是真的有人看过一片甲骨文 说是很全面的 有这个整个全篇的 非常少的 都是从很多片上面凑出来的 那当然了 这些学者已经有结论了 说整这个普辞 完整的普辞 应该是有四个部分的 序词 命词 沾词 厌词 序词是先说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去沾了 命词是去问 是要去看什么事情 沾词是说 根据这个去沾的事情 结果判断这个吉凶是什么样子的 厌词是说 好 后面这几天 我就照了这个事情去做 照了这个话去做 到底灵不灵验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全 完整的 是很了不得的 我找到一个例子 我们待会来讲 顺便讲一下 大家一定很奇怪 前面我讲到说 王果为怎么可能把这个 帝王的这个地系全找出来的 因为商人有一个习惯 去这个 去祭祀 去问 去占卜的时候 很喜欢把过去帝王的名字 都列出来 所以这个是帮了我们的很大的忙 要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就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下面我们就看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 四段 第一段是叙词 非常简单 只有几个字 就是说 几年几月 某一个人 去做了这个事情 这个 几年几月 这个 这两个字 鬼市 这个我们下一章会 好好讲 这是 商朝一个 商朝开始 发明的这个 怎么记忆 日历 这是一个很 这也是 本身就是一个很里程碑的事情啊 我们待会儿谈 好 这里的名词呢 只有四个字 说 真就是去 去占卜啊 说十天之后 有没有灾祸 他问这个事情 好 问出来是说什么东西 有税 是说啊 有税 就是鬼鬼祟祟的税啊 就是有税 就是很不好啊 岂有来奸啊 可能有大难要临头了 好 厌词 厌词就是说 我这个 后面呢 他说五天之后 从 鬼市 算五天 五天之后是 丁游 OK 五天之后 居然就看到了说 是有西边有人来打我们了 东边也有人来打我们了 所以说这个是 验出来的是很准的啊 谁来打我们呢 土方跟公方 土方跟公方就是方国的名字 我们前面不是 讲了这个方国嘛 所以这个 这两个地方叫土方跟公方 下面是一个这个例子啊 刚才讲到这个鬼市啊 这个 商代实在是文明相当高了 他们有一套制度 来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用的办法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天干地之啊 天干有十个 这个我想很多人都会背的 下衣丙丁 物己根心 人 鬼 地之 有十二个 也有很多人 很多人会背 我是很多字 我都不敢念啊 只丑淫卯 臣 四 五 未 身由 虚 亥 然后用这个天干 跟地之配合在一起 就 有一套办法来记录 日历 这一套 这个我们现在看觉得很困难 不要说我们当时 专门做这个事情人 都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特别有一个牛骨 上面把这些东西抄在下面 等于是小抄一样的 你随时要看一看 你看就在这个背后啊 这是我们现在把它翻译出来的啊 所以说那些专业的人都还需要看了这个 做小抄 知道怎么办的啊 讲到这个 刚才讲到这个身啊 这个 必须要提一下啊 这个 这真的是一个很惨痛的事情 这个身这个字呢 事实上是 讲的是说 被杀 被杀的动物或者人 既是受用的 牛羊的话叫做树身 人叫做人身啊 另外一位 考古文的学者胡厚轩 他统计了一下 这些人做这些事情都是几十年 几十年的功夫啊 算了一下 播持有这么多篇啊 有这么多条 总共大概是用了 九千多个人 有一次用了五百个人 那大部分呢 都是羌人 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因为大部分都是羌人嘛 所以这个 这个甲骨文里面 羌这个字 到处都在用啊 比如说 跟羌打仗 就叫做 或者叫 祸羌 罚羌 真羌 直羌啊 用羌人 用羌人 来做人身呢 就用这几个字 用羌 碎羌 阻羌 毛羌啊 这些字我都不认得 大家都不认得 但是有人 做了研究 大概是他们看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是真是假 最后面 这四个字都是 很残酷的形容 用什么方法去 杀这个羌人 啊 好 这个就算是 后我们 现在的学者 研究出来的 至少 我们很容易看到呢 阴虚的遍地 都是殉葬坑 跟献祭坑 所以这个 基本上是 毋庸置疑了 这个 从阴虚就可以 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人被杀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地啊 说这个 商代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他是 非常尊重上帝 上帝跟天地 是不一样的 待会我要 解释这两个的区别 在这边 而且是很重要的区别 讲到这个 甲骨文的 这个地啊 这个甲骨文的地 原来是动词 也可以做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啊 做名词呢 也可以当来 拿来真的是做 王的妙号 那就是地 地甲这些东西 但是另外一种地呢 是上帝 为什么叫做上帝 是因为你看这个 做动词的时候 这个地呢 是说把这个 财心堆积在一起 烧 用火 把它烧了以后 烟向上冒出来了 所以叫做上帝啊 这也很有趣 原来这个甲骨文里面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的啊 而且有一个 这个转折中间也是 有的时候叫人很痛心的 中期以前呢 这个地呢 很显然是跟天神 这一类的地啊 专门是管自然界的事情 对吧 哪一月地叫下雨了 这是好事情 我讲到这个啊 这个后面这个什么 和27372啊 这些字呢 这个 现在的 高科技 已经把这些 甲骨文的这个 大数据 这些资料都 整理出出来了 编号了 所以 有人有兴趣说 是比较容易的 去找这些东西了 呃 呃 吴丁啊 吴丁是这个 很出名的上代 呃 中 中晚期以后 呃 权力很大 事情做了很多的 一个皇帝 就是盘根的 侄子啊 ok 呃 吴丁开始 对过去的伤亡称帝 也就是说 吴丁开始 大家说 这个 上天的这个 帝啊 其实 不是这个 不是自然界的事情 是这个 皇帝自己来讲 说是我的爸爸 就是咱们这一个家族的人 的王死了之后 就变成帝了 这个事情看起来小 也可以看起来很大 这个神权跟王权 从来是两个不一样的权力 这个商代了中晚期之后 把神权跟王权 合在一起 讲一段小 小事情 这个 很非常可笑的 我拿出来 这是真的 真觉得 很可笑的 这赏书 盘跟嘛 有这么一段话 这个 你知道赏书很难读的 所以我就 我就用白话讲 这赏书这一段话呢 基本上是说 我的主 我的父 是我的祖先 这一段话是 商王对贵族 的臣子 讲的 基本上是说 你们这些贵族的臣子 现在居然 不听我的话 有二心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 我以后会重重处罚你的 但是 用什么理由来处罚他们呢 这段话实在是很妙 他用的理由是说 我的先祖 和你们的先祖 一起 把这个 民众给 治理了 你们要是 不好好地听我的话的话 我的先祖 就会告诉你的先祖 说你们的先祖 也后 不保佑你了 不但不保佑你了 而且还要 叫我呢 对你们用很大的刑罚 这个我完全 在我第一次看到 是觉得 好笑 到了几点了 这简直 有一点 开玩笑似的 但是也充分 反映出来 伤亡到最后 对贵族 都很不相信 所以说这个权力 到最后就是 王这个家族 集中的很厉害 后来我们就讲到 这个 周法商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 为子 对不对 就是 上代最后一个皇帝 的 一个亲戚 这个为子 就是 差点被 伤亡杀了 所以他就 叛变了 这个 就是 这一段 事情 我们下面会讲 甲骨文里面 除了刚才讲 讲的这些 之外 那些字里面 很多的 是兵器 跟打仗 登人 就是 正兵 召集了 五千个人 去 去打仗 土方 就是一个方国 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插一句嘴 就是这个 武丁时代的 这个 墓里面 讲到富豪 这个富豪的事情 也许 大家有兴趣的 在YouTube YouTube里面 大概看到很多了 这现在很多人 喜欢讲的事情 这富豪呢 是武丁的 第三个配偶 富豪 不是他 真正的名字 好是他的 封地的名字 富只是一个 亲俗的称为 所以叫他 叫富豪 但是 不管怎么讲呢 武丁是 非常非常 宠爱 这个富豪的 文武双前 又会打仗 又长得好看 还会做很多 其他的事情 帅兵 打仗 等一下 你看 上面这个 例子 富豪三千 登铝 一万 发呼枪 对不对 这是很了不得的 为什么富豪 现在很出名呢 特别一个原因 就是在 在殷墟里面 的墓 大部分都被盗 富豪的墓 没有被盗 没有被盗 所以就 挖出来 很多宝贵的东西 再讲一个 很有趣的字 就是法 这个我们 也可以看到 这个文字的 改变嘛 这个法字 到了 现在人 是这么写的 这是 徐胜在 这个说文 简字的时候 他的这个解释呢 是说的 比较好听一点啊 说这个 人之格 对吧 人 哪一个格 在旁边 去打仗嘛 叫做法 可是我们如果 追溯到甲骨文的话 我们去看看 这个法呢 现在的学者 讲了啊 这个法呢 是说这个 刀人 已经穿到 你的脖子上了 这是用刀 去割别人的脖子了 这很残酷的事情 那甲骨文里面 当然这个法字 用的是很多的 讲到这个兵器 我就要下面几张 是本力找来 这个很不容易 找到这些东西的 这是人面文的同月啊 看起来就是很可怕 我不是很懂这些东西 我想这个同月嘛 大概就是 这个下来可以把 人头给砍掉的样子 那下面有一个很不清楚的地方 我忘记是哪里了 不知道是这里还是这个上面 有牙筹 这两个字的名文 这牙筹是一个家族的名字 这里有比较清楚的地方 牙筹 这两个字了 还有一些例子拿出来讲了 这个脑 脑 脑其实是乐器 打仗的时候用的 这个配乐 看这个除了它是真的有用处之外 而且呢 制作的很精美的 我们越来越看到 有很多兵器 以后是拿来做装饰品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青铜刀 蚕纹 蚕 这个是很高雅 的东西嘛 所以 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附好 附好墓里面 找出来的 所以很显然是附好 这个 喜欢用的 装饰品 笔 这个很妙 你们看一下这个 下面这个小 小东西 是一个老虎 这边是虎头 后面是尾巴 所以这也很有趣 很有趣 这些兵器 除了做兵器之外 还可以拿来做装饰品 鸡 这个 后来的人 当然就用的很多了 这个三国时候 吕布最出名的不是 就是用双鸡 他这个打仗很厉害 兵器的常常 有鱼器 跟鱼器放在一起的 像这个毛的这个尖端 是鱼做的 这又是一个 绝手的铜刀 这又是一个隔 这一件 这是我们最后可以拿出来放的 是很有趣的 是弓 我很难想象 这些属从富豪墓 里面挖出来的 这个弓 是射箭的 所以是很难想象 这个样子的东西 我们只能讲说 这个弓是 整个弓箭的一部分 现在放的这个 是整个弓箭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一些 一部分大概是 已经腐坏掉了 所以就看不到了 这个叫做弓壁 射出去是很有力量 说了这么多甲骨文 这个甲骨文给了我们 实在是很多 叫我们知道了历史 知道了很多 但是就跟我刚才提到了 一个学者 我现在一时记不得 他是谁了 讲的话 就是说甲骨文 带领了我们去看历史 可是也不要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 也有很多东西 甲骨文没有讲 为什么没有讲 为什么没有讲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没有下这个字 我们想 下是被伤灭掉 怎么可能会 伤不晓得下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是 没有下这个名字 一定有一个 他把这个朝代给灭掉了 所以他一定有名字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名字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只知道下 而且大家都用这个 是从州来的 那为什么州 晓得下 伤 反而 反而 他不晓得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讲到州的时候 我们再讲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刚才已经重复了 好几次了 甲骨文里面有伤 没有阴 甲骨文 待会我们讲 为什么没有阴 待会我们讲 说州为什么用阴 所以很显然 像这个甲骨文的 大师 罗振玉 就讲过说 看不到伤这个字 而且常常用 看不到阴这个字 常常用伤这个字 这是很奇怪的事 很奇怪的事情 周代用的是阴 史记跟随着周代 用了阴这个字 所以叫做阴本纪 赏书没有跟着 是用着商书 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 探讨的东西 另外就是讲到商汤 罚下 我前面已经讲了 商汤罚下 这么大的事情 汤是商的 这个最了不得的祖先 最了不得的祖先 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居然 居然甲骨文 没有记载这件事情 为什么 而且我前面不是还讲了吗 上书里面还讲了吗 说商汤罚下 是有一点惭愧的 所以现在大家也不知道 是为什么 但是就是拿出来讲 很多人问 说甲骨文跟经文 商代居然 虽然有甲骨文 又有经文 到底哪个早 哪个晚呢 到底是什么 是最主要的呢 大家都没有答案 大概是一起的 同时都有了 很可惜我们没有找到 诸解 讲到这个经文 我们就稍微多讲几句话 这也非常充分的 叫我们了解了 文字的演变 一开始的文字呢 跟符号是很像的 所以一开始的文字呢 是拿来做装饰用的 字数很少 往往是代表着一个 竹灰啦 所以跟符号是很像的 这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例子啊 后母 物 顶 这个上面有些字 顶明啊 可是这个明 明是拿来明宫的 可是很 最早期的这个明呢 字很少 就这三个字 而且都不认得 这个看起来像是 师母 物 后来学者说是 错了 这叫后母物 物是母的妙号 但是我是完全不懂 这个东西的 说这个明上的文字 代表着这个文字的演变 最好的 最 讲的最清楚的 就是发现了三 三件这个器具啊 这三个器具呢 是这个名字很难讲 叫做碧琪三器 碧琪是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是很难讲 碧琪这个人 做了三件东西 而且他做的时候呢 是三个不同的时间做的 表示这个时间呢 是用二四 四四跟六四 这三个不同的时间做的 二四跟四四 做的时候呢 字很少 只有这个 竹鸣 雅摩 六四的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改变啊 到了六四的时候呢 就开始用 用敏文了 我们看这个 首先这个名字就很有趣了 六四的时候 碧琪这个人 做了一个有 这个有是喝酒用的 这个时候的 这个敏文 居然有了二十九个字了 虽然也没有什么 没有讲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 但是至少讲了 他为什么做这个 是因为 比其这个人 赏赐了这个 同族的史官 史官的祖父就 做了 这件有 就是 上昼网 六年六月 做的事情 我为什么把这个 特别拿出来看 就是虽然说 这个 内容没有什么 太惊奇的事情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 但是 你看这 这几个字啊 我的书法很不行的 但是就是这个 外行看啊 我都吓一跳 我觉得这个 这是 商代晚期的字 就已经写的 这么好看 这个美术性 就已经这么强了 这个下面这个 雅摩这两个字 是一个符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符号 演变到文字 而且这个文字呢 是 有一点 内容 下面我们讲 周 商跟周 有很多对比 所以等一下会讲很多 首先我们在问 刚才讲了 下人 做贡主的时候 商周是方国 商做贡主的时候 周当然还是方国 但是 商人就 就很不好 就把下人都赶走了 等到商人 做贡主的时候 那周人 是方国 这个时候方 周人做了些什么事呢 长时间来 以来 周人都是生活在这个 荣笛之 之间 没有做什么 了不得的事 实行吧 基本上就是 想尽了办法 发展了 农业了 ok 一直到了商代晚期的时候 有一个很了不得的人物 叫做古宫胆富 这个古宫胆富是后来很出名的人 他做了首领 而且他把这个 这个 族民就带到周园这个地方 来定居了 这是一个很有里程碑的事情 叫做古宫 牵齐 ok 牵 到了周园来之后呢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这个 周人被迫 就抓 羌人来给 伤亡做人生 周人就很气啊 就开始了 想了 减伤 这减伤这两个字 我们下面就讲 这个 其实这个周园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 考古发现周园的很多事情 特别是 这个 前面已经提到了 李硕老师这本书 讲了这个事情的话呢 过去的人 其实知道了并不多的 所以我现在 小姐也是看了这本书以后 ok 我们看到这个 主要 诗经这个 亚颂啊 实在是 在历史上 讲是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大雅里面 就写到这个 古宫胆腹 到了这个 周园来 诗经里面呢 特别也讲了 他到了这个 奇山 这个地方来 而且呢 开始 减伤 减伤 这个减就是要把伤给 推翻掉了 我猜想这个 减伤这两个字啊 这个 辱颂里面是 最先用这两个字的 我猜想这个 李硕老师 大概也是 从这两个字 上面看 看出来的 讲到这个 周园 我们以为这个 伽古文 已经全 全讲完了 其实还有呢 周园这个地方 也出现了 伽古文 说 周是伤的方国 所以叫周 也开始有伽古文 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可是当时呢 是这个 界限很分明的 伤亡 有这个 祭司的权利 很多人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 从这个西周 看到伽古文 这件事情 很多学者 争论的很厉害 但是有一件事情 大概大家都同意了 就是西周的 甲骨文呢 看到了 这些字 123456789 10 百千 万 为什么这是一个 了不得的事情啊 因为 如果只有123456789 10的话 就没什么 太了不得 但是 但是有了 百千万 大概我们可以 推理出来 是说 那个时代的人 已经有了 实境位 这一个观念 而且有的时候呢 是连 把这几个字 连起来用的 好像 68 693 无论从哪个观点 从数学的观点 从哲学的观点 来看 这都是 历史 碑的事情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我们看 看这几个字呢 也很妙啊 这个 五啊 是一个 X上面 两横啊 他们把它叫做 万物交汇和天地之间啊 所以 这个 文化文明的 转变 多少年 几千年前 这个进展 是非常非常大 讲到这个经文啊 我们前面商 已经讲了一点点 这个经文了 而且是这个 看出来 他的这个 改 演变了 是吧 下面我们讲 这个州的经文 这个演变啊 那是一日千里 州的经文 现在有 一万五千篇啊 现在通常叫做 中顶文 是因为 通常这是 刻在中的上面 或者 顶的上面啊 啊 中顶 那 这个刻上去的东西 叫顶 就是顶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干什么用呢 主要是 赞扬他先祖 了不得 那这个 这个 这些经文呢 等会会讲的更多一点 也分成两部分 一开始有的经文呢 通常 字数还不是太多 有几个 例子 说这个 天王鬼 是反映了 祭祀的活动 后面还有一些啊 比如说什么 树立顶 是反映了 这个朝建 这个朝景的 这个 事情 赤顶 是反映了 想你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的事情 多油顶 是反映了 军力啊 这些 这些 有些是不容易 找得到的 我们能找到的 其中一个 就是天王鬼 为什么特别把这个 天王鬼 拿出来 讲一讲啊 除了他这个 本身看起来就是 你去博物馆 看的时候 就是到时候 到时候 一口凉气啊 这个是看起来 很伟大的样子 那这个 天王鬼 写的东西呢 OK 是武王 武王去祭天的时候 有一个人陪着他 保护他的 这个人叫做天王 因为他天王做了这个事情嘛 就很高兴 就送了这个天王 一个东西 那文王 武王 武王是去干什么呢 去 就祭礼的时候呢 好像就突然间看到 文王的摘天之灵了 所以就决定回去之后 就要去这个 灭伤了 OK 天王 护卫有功嘛 就是送了 礼器给他 天王为此感激啊 做了这个东西 把这个 而且把这件事 写上去 这个经文 到了后来 不但是字数比较多 有了内容 而且 词汇丰富 在文学上面 都有文学成就 最有名的就是 诗言诗 我们读诗经 读了很多诗言诗 这个很多都是从这个 经文 尤其是周朝晚期的 经文上面看到 有很多 我等一下 看一下 有几个例子 一个叫做史强潘 潘 强是一个人的名字 史是史观 这个一个做史观的人 叫做强 他为了要纪念 他先祖的 一些事情 就在这个盘子中间 写闽文 纪念了 这件事情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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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文的 的大意呢 当然是 这个 赞扬 对吧 赞扬这个 几个皇帝 很了不起 这个人的 祖先呢 是威氏 就是 为 为子 为子就是 当年 我刚才提过了一下 为子就是 呃 伤 伤 咒王的一个 亲戚 那 他 劝告 据说了 据说是 劝告这个 呃 咒王 一些事情 咒王很不高兴 就把他 给赶走了 所以这个 为子后来就 就跟周在一起 灭伤了啊 这个 底下我们会 再讲一点 再讲一点呢 有所谓的这个 呃 随公饼 啊 后来这个 敏文就更了不得了啊 我现在看这个 主要 就是要讲 就是有他的 敏文啊 这个随公饼 敏的敏文呢 是纪念 大雨至水的事情 对 这个也是很 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 讲了这么多 这个 文 经文啊 有没有人 奇怪 说我们 这些学 这些 写书法的人嘛 啊 我们秦始皇开始 有了这个秦传 就是所谓的 小传嘛 后来有了 历书草书 凯书行书 有了这些名字 大家 这些都是用 书法的形体来 命名的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 讲的大传 包括 甲骨文 经文 中经文 和和 有一个 我们现在没机会 讲的 施古文 这些呢 不是用 书法的 形体来 命名的 是用载体 来 命名的 这个问题 我是没答案的 我也不懂 我只能讲 就是说 虽然这些 甲骨文 不是用书法的 形体来 命名 是用载体的 来命名的 但是他的书法 也很有趣 讲了这些 从考古上 看到的东西 的话呢 我们就 回来讲一些 州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 大概一部分 大部分这个 教科书的 这个州 是 是不会讲的 我们现在 把它拿出来讲 我是 我自己觉得 是很有趣的 刚才不是 讲过吗 这个考古上 把这个 州代的早期 叫做早州 州代以前的文化 叫做先州 所以说 晚上对先州 晚上的时候 周还是一个方国 他不是 真正的州 所以说 晚上对先州 晚上对先州呢 这个手法 是很有趣的 他两手啊 一手是联姻 风他是西伯 另外一手呢 就是把这个 刚刚讲过 这个很了不得的人 骨功胆腹的 儿子给杀掉 据我所知道 这个我可能讲的不对 杀的这个儿子 是他的二儿子 而且顺便 就把他的大儿子 吉昌 就是后来的 周文王 给关起来 据说 韩宝 这个 紀律 就是二儿子 他弟弟 杀了他以后 组成汤 逼着这个 吴文王 喝啊 所以你想象到 这个晚上对先州 这个州有多恨啊 但是州也没有办法 因为打不过嘛 所以只能 讨伐其他的小国 贡献人生 一面联合其他 可以有军啊 我们一再讲到这个 为止的事情 这里就是了 而且这 撤反呢 为止啊 据说这个 达记是吧 这个 也是这个 就先州 撤反的 这个事 这都是 这都是别人讲 讲出来的 我是不太信的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木野一战 大败商君 周王就死掉了 周公 这个很快的 武王死了啊 武王死了以后 周公做了几件事情 这几件事情 我们是必须 必须 必须讲 而且要 叫大家 晓得 周公时代是 我几乎可以说 是改变了历史 好 第一件事情 刚才不是讲说 那个时候 大家都 方国嘛 是吧 周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有方国的 可是周公说 那不行 我不要你们 方国是还可以留着的 可是呢 你们不能继续才去统治 这些方国了 我要有诸侯 分封诸侯 分封的人呢 大部分就是 周这个王族里面的人嘛 分封到各地去 这个是 天地之别的大改变 这下就统一了全国了 而且中间一个小事情呢 这个分封的这个里面 居然还包裹了 前三个王朝的子孙 鱼 下跟商 你看 商这个把商灭 下面了以后 就是乱打一通 哎 周把商灭了 没有乱打 他是很尊重他的 他把这个 这个商的这个后代 分封到这个商 先王的故地送 去做 继续下去了 所以说后来有很多 我们要知道商 宋的 我们要知道商的事情 就是去送地 到宋去 去看这个事情 据说这个 孔子涵到宋 去请教 商代的 商代的事情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第二个 不但重要 而且是叫人不明白的事情 就是他把这个人生 这个残暴的这个事情 给取消掉了 取消倒不是很奇怪 取消是当然就应该取消了 可是他不但取消掉之后呢 他把这一段历史 完全都取消掉 再也不讲这一段事情 有些人会觉得 那这个商是我们的死对头嘛 这个死对头做的坏事情 我们当然要讲 而且要大叔啊 就把大家知道这个商的这个坏事嘛 可是周公不是这样想的 周公的想法是说 他的这个前提是要 人生这一件事情 要希望人完全忘记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记载他的历史 可以翻可以看出来 实际的因本记 完全没有记载这一段 这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 很大的事情 第三个事情 就是改商为因 明明人家商叫做商 为什么周一定要把它改成因呢 这个我以前也不知道 而且事实上很少人晓得 唐继根老师 这一段是唐继根老师讲出来的 他说你看这个因这个字 在甲骨文里面啊 这很妙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呢 说因这个字啊 这个甲骨文里面的因啊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孩拿来跟针 在赐这个大富便便的贵族啊 他的意思就是要把贵族 把他的身份给去掉 变成奴役 奴役 基本上就是说 要藐视商 故意把它 再也不用商这个字 把它叫做因 因为 周公看到了很多商朝做的坏事情 酗酒啦 人生啦 这件事情 所以周公要 藐视他 把它叫做商 叫以后的人再也不 想 他就再也不会 再做因人做的事情 地为天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在商代的后期 这个在商代的后期 崇拜地 而且崇拜到只有商王的祖先 连商王下面贵族的祖先 都 都不行了 只有他自己的 叫地了 这个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是 这也是很不对的事情 所以周也把这个事情彻底的改了 所以天是自然界的神 地呢 是是祖先以后成神了 以后我们不要再崇拜 地了 我们只要崇拜天就好了 所以你看 这个诗经里面 赏书里面 都是这么讲的 天命不长 有命自天 但是很不幸 周公做了这些好事情 东周以后的学者 又把它改回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东周以后 一直到了我们现在 2024年 这个中国几千年 还是有帝这个字 而且这个帝 还是讲的是皇帝 另外一件 这也是跟前面讲的是有关的 就是周公讲的 这也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这个智里座乐 我们要严格的讲一下 智里座乐是什么 是用血缘的关系的 中法制度 非常严格的等级 来推行了一些 礼仪的制度 他推行这些事情呢 主要的原因呢 是周公从一个 非常现实的眼光来看 就是说用这些制度 可以保证我们 可以保证我们 周朝的强盛 至少在西周的时候 这个跟道德还没有关系 这个只是一个 从一个非常实际 的角度去 开始了有些 这些制度 这些制度改变了 往后的中国文化 但是呢 又是一样 西周是不强调道德 东周呢 部分学者强调了道德 稍微趁这个时候 做一点小广告 我们几个月之后 就要读这个 就我们这个 封研读书 叫读老子了 我们读的老子里面 有一点 我们强调的就是 后面的这 通行版的老子 跟最早的这个 组简版的老子 中间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 组简版的老子 没有强调道德 后面通行版的老子 强调了道德 好 这个是一个 小广告 当然话这么讲 是很容易的 这个社会制度 你还是要用武力 做后盾的 西周时候 可以做得很成功 是因为它是 有武力的 东周以后 礼崩越坏 可是文化 倒是传下来 好 这就是周 我们也就 匆匆忙忙的 就把它都讲了 就是最后几页了 我们就稍微把它 总结一下吧 你要按文献的话 那就是嘛 夏商周 三个朝代 如果从文化 文化来看的话 那不是这样子 宋以后 这夏商周 是三个文化 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文化 在夏商周里面 从开展到后面 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商代的文化 周公出来 完完全全 把商代以前的文化 给推翻掉了 他开始有了 等级中 中法的文化 当然是东周以后又 加上了道德 一直传承到现在的传统文化 我们现在 常常讲说 我们要 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什么 传统文化是 就是我 我刚才讲的 从周公开始 经过东周的一些改变 的文化 下面就顺便提一个一点 刚才我们讲的周公 做了这几件很伟大的事情 里面 就我们想 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什么是历史呢 你看 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想法 一个是说 那这个 尤其是现代的人 会讲的历史 那很简单 就是把当时的事情 客观完整的 记下来了 但是周公 不是这样想的 周公是觉得 他要记一个 所谓的历史 要怎么记 是要希望这个历史 以后有用处 是往好的地方走 当然了 这个好坏 是从周公的角度去看 因为周公是想 叫大家往好的地方走 所以 他把这些什么 人生啊 什么阴啊 什么这些事情 这历史 不一定是要 按照当时的事情 记下来 是要记一些事情 是人以后往好的地方走 所以可以有礼乐 什么的 这个做法 其实跟 后来的文献里面 讲五帝时代 前几个月 讲的 有一些像的 五帝时代的什么 尧顺 这个 灿让 这些 其实都不一定是真的 不过 后来的学者觉得 我就是要这样讲 讲了之后 也许后面的人 会效法 那以后不是就会保持社会变好了吗 所以说 这个我自己是完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但是我就是提出来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甚至于讲到现在的事情 二战 二战以后 德国记得历史 跟日本人记得历史就很不一样 文化 比这个三星堆的文化 哪一个比较早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我赶快去看了很多地方 觉得是没有定论 因为很多人讲 可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商代的文化跟三星堆的文化 是同时有的 你从那个三星堆里面 找出一些东西出来 跟商代里面找出来 一些东西是很像的 是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他们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挺有趣的 他是这么写的 他就说 这个三星堆文明的存在 大概就是商王朝的时期 然而呢 他所体现的一种文化 他是比较是 他是这么观察的 他们认为比较是受到夏文的影响 也有可能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 因为特别就是 讲到您刚才讲的 就是夏 张 周 这种三种文化的共存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就是说他是商朝时代的 对不对 然而他体现的是夏文化 所以就体现你刚刚所讲的 你这个讲座的一个主轴 就是说 其实夏 商 周 它的文明是同时存在的 我们甚至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夏 商 周 它是同时存在 分别代表三大不同的血缘的部落 然而我想历史学家后来为什么记载 夏 商 周的一个先后顺序 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势力的消长 可以这么说吗 是 是不是 那这样就把您跟历史都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 观点 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历史的史观 我觉得史观的概念很重要 对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您刚才提到 我们讲来龙去脉 我们今年的讲座来龙去脉 来请杨老师再为我们说明一下 下面两场的来龙去脉的主题 好吗 再说多一点 您愿意今天会前的时候跟我讲 我觉得很有意思 好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安排了说 我这个六月跟十月再讲 再讲两次 我今年是很想把这个先情古迹 完全总结一下 你们有没有 奇怪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先情古迹 很多很多很多 你去看到的是什么时候有了 什么时候有了 都是说是 汉代陈书 也就是说 什么 这个东周时候的 什么 这个 百家文化 什么子 什么子 常常那些书是 汉代陈 陈书的 好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 现在有一个好处是 这个出土文化 出土文物 现在有了这个 竹简 跟这个博书了 所以我这两讲里面 有一讲大概是要重点放在这个 竹简跟博书里面 出来的 我们看到了些什么 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现在要读老子的 那个 其中的一个就是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还有些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知道有了 大家会吓一跳 孔子讲的一些话 从竹简里面的 跟我们现在读的 孔子读的东西 不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我想讲的 第二个是 我们不是一千多万 谈东周到最后 春秋战国 这个百花齐放 那百花齐放以后呢 这百花就放在那儿了吗 有没有最后 合在一起 结一个果呢 好像没有啊 好像就这样就完了 因为当然这个一个大原因 是因为东周完了以后 秦始皇啦 周啦 这些把这个塑料 这些人搞得很乱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也是人家很多学者 已经讲出来了 战国晚齐 在齐国有一个地方 叫做 纪夏 那个地方有一个学工 那个地方 请了一些学者在里面 他们其实 总结了这个 战国的东西 是有一个 有一个好像结论一样的东西的 是不是我还不清楚 不过我很想去看一下 那我们有一期 大概就会去讲这个 今天我们在会前 还跟杨老师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科技文人 那么我想呢 我们大家很多朋友们 有很多都是从大学以来呢 就探讨文实者 那么我们在 特别是北加州系国 有一群朋友 我们称他为科技文人 也就是他们原来呢 是从这个理工的专业 然后在退休之后呢 开始潜心探索文实者 那么呢 他们因为受到了 理工专业的训练 有各种不同的 更新颖的一些观点 来跟我们来探讨 文实者的领域 所以我们 封严雅序呢 特别的 做了这一系列的讲座 特别是杨老师 做了一系列的 来龙去脉讲座 尤其是今天 特别是 魁某年的 最后一次的封严雅序 有人称这个 山脉的起伏为龙 主风为来龙 山谷中的溪流为脉 主流为去脉 那么来龙去脉 可以说是 从头到尾呢 把事情的发展的顺序 给大家来树立 是不是这样 杨老师 可以这么解释 是是是 那我就加一句 我们这个小文达当时 学法律 学建筑的啊 所以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 所谓的科技 弄广一点啊 谢谢 下个星期就是 农历新年啊 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呢 停会一次 那我在此呢 要特别特别的感谢 我们所有的 导独老师 我们丰严的同仁啊 还有每一位 也有的支持 真的啊 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下个星期呢 我们大家 休会一次 那请大家好好的 跟这个 家人共享 美好的农历新年啊 我们今天是 来龙去脉 疏理历史 我们也要 祝福大家 龙银 苦笑 中气十足 龙飞凤 自由自在 龙马精神 见即旅即 最重要的是 每一位朋友 生龙活虎 健康快乐 祝福大家 龙来运转 大吉大利 谢谢大家 恭喜恭喜 先这个 谢谢 年快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